中华酒市 素兴盛 贵州茅台 享大名 降度升中 进步快 品评会上 醉京城 俗话说 民以师为天 咱们的领导干部 他们不是铁 也不是钢 一天不吃 饿得慌 古人又云 午酒不成欢 领导不喝 要遭殃 可见吃饭与喝酒的重要性 餐桌 是领导干部们 日常工作的重要场合 每每餐序 那是必须得引上这几口 方能放开平时紧绷的神经 好好的体会 在这高贵的皮囊之下 尚残存的一丝丝 凡夫俗子的简单快乐 今天 我们就来聊一聊 领导干部餐桌上的快乐水 说到快乐水 时下官场上最实行的 莫过于贵州茅台酒了 贵州茅台酒 历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参饮用酒 喝上半瓶茅台 扫清一天繁忙工作的疲惫 人民群众的万千爱戴支持 都凝聚成餐桌上的赞誉 和叫好之声 这就是围观的快乐呀 当然了 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 受到的人民群众 爱戴程度是不一样的 享受的茅台快乐水 也有个三六九等之分 不过 我台经费有限并没有太多 感受高级领导干部快乐的机会 如果有哪些地方 讲得不对的 还烦请各位领导 留言指正 首先 什么是茅台 所谓的茅台 通常指的是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贵州茅台酒 注意 只有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并且标有 贵州茅台酒字样的酒 才能叫茅台 这里 贵州茅台酒 这几个字 一字不能多 一字不能少 这酒 若是弄错了 酒和弄错了领导的职务 叫错了领导的名字 一样糟糕 要知道 这给领导们带来快乐的 可不只是酒精 更重要的是酒品代表的身份和地位 除了贵州茅台酒外 盖公司还生产茅台系列酒 虽然茅台系列酒之中也不乏优质产品 然而茅台系列酒在价格 知名度上 远不能跟茅台酒相提并论 1954年 茅台酒厂注册了麦穗围绕五星的 五星金轮牌商标 也就是后来说的五星茅台 但是当时国际上 洞西方阵营尖锐对抗 一些人 以五星商标的共产主义元素大作文章 严重影响了茅台酒的海外销售 为了破解困境 茅台酒厂在1958年 设计了一个 以敦煌飞天壁画元素为主题的新商标 寓意为友好的外交使者 大受外国友人欢迎 海外销售大获成功 从此 茅台酒初步形成了 五星金轮在国内销售 飞天销往海外的格局 两者的区别仅有包装不同 在生产过程和酒制上没有任何差别 目前 飞天茅台的产量最高 并且不再是出口专供 成为了市面上最常见的茅台 也是收看本台的领导干部 最常喝的饮料 飞天茅台和五星茅台为代表的酒字 即使所谓的飞天酒字 也叫普茅酒字 使用范围非常广泛 普通的飞天 五星茅台 定制茅台 文化茅台等 以及常见的茅台生肖酒 走进系列 以及一些企业 名人定制酒等等 大都是飞天酒字 尽管这些酒价格迥异 但口感相差无几 所谓全国各地一盘棋 飞天味道就是标准的官场味道 不识飞天 亡为官 三杯飞天 做神仙 当然了 除了在茅味中 享受服务人民群众的快乐 还有很多领导干部 对于酒本身非常感兴趣 对于吃情于品酒的领导干部 茅台酒厂的小批量勾兑产品 也是非常棒的选择 所谓小批量勾兑 指的是茅台酒酒瓶身上 小批量勾兑的字样标识 一提到勾兑 很多人会第一时间 联想到一些步伐的事 或是误认为勾兑 就是酒精加水 实际上 勾兑一词 是纸白酒酿造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道重要工艺 茅台酒的勾兑过程较为复杂 鸡酒就有七个轮次 以酒调酒 不加水和其他香料 才形成茅台 柔顺优雅的味道 而茅台酒所标识的 小批量勾兑 是用到的不同酒磷 不同轮次的茅台陈阳 经多位勾条大师的妙手巧容 令酒质更佳 口感上成 与普通茅台相比 小批量勾兑采用的 鸡酒和调味酒更老 酱香更浓郁 突出 陈化效果更佳 口感更绵柔 小批量勾兑在众多茅台酒中 占比不大 可以说 这些好酒 只为真正懂酒的领导干部准备 约得三五个真正懂酒的好友 闲暇的傍晚时分 金杯影展 美人入怀 大谈天地与内 海阔天高 实在是快在爽在 如果说 喝一些小批量勾兑 还是对于好酒的追求 那么真品系列 就是可遇不可求了 真品茅台酒 是茅台酒厂1986年 开始推出的一系列高端茅台酒 该酒音评标左下 较有真品二字而得名 该酒以存放多年的陈年鸡酒勾兑而成 酒制和价格均高于普通茅台酒 其包装与我国传统的雕刻艺术相结合 包装附赠的青铜酒绝也十分精美 其彰显的王后气质 深深地打动各级领导干部的放心 饮真品茅台已经不是单纯的 对于品酒的追求 更多的是对美酒背后的传统酒文化的狂妄热爱 一杯真品茅台下肚 大有诗仙胎白在世之感 我醉君复乐 桃然共望鸡 再来一杯真品茅台 那是抚养天地 气吞山河 环阔于内的豪情气概 再再一杯 那便是指点江山 谁是天下英雄 唯武与尽平老儿儿 若是再来一杯 那可就要摔杯为号 只取中南海了哈 好在酒桌上多少还有几名亲密的爱将 拦住领导莫作傻事 最后一杯 领导稍稍酒醒 再由今夜的几名爱妃送入洞房 所谓饮酒乐 饮酒的快乐 不就是如此吗 比真品茅台更高一档的 那当时沉酿与国宴品质的茅台 这个档次的茅台 可就脱离了方才那些个虚幻的梦境 更多的是实打实的官场地位 所谓陈酿 指的就是具有陈年茅台酒的品质 用陈年轿藏的机酒勾兑而成的精品茅台酒 至少是用轿藏十年以上机酒调制 通常以降色瓶罐装 曾专供国宴招待 所以也叫国宴酒资 2016年 工商总局规定 白酒不得以专供 特供为名 茅台取消了国宴专用的生产 国宴就此停产 要想一长期美妙的滋味 一般的领导干部 基本上是没什么机会了 这种喝一瓶少一瓶的绝版好酒 就是对于高级别领导干部来说 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而陈酿品质之中 又有一种更优质的特质陈酿 他的产量极少 而且酒质极佳 自问世以来 频繁出现在国家各类外事活动中 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及贵宾 一般级别的领导干部 别说喝了 就是在县世中见上一面野男 其稀有程度 可想而知了 这个品质的茅台 出现的地方 都是在真正的高端场合 可不是那些个 好饮酗酒之徒能享受的了 这样的宴会上 段是没有心腹爱将陪酒的 更不会有什么美人还思 就连施酒为尊的豪放气概 那也是通通都不见了 剩下的 只有高级领导干部 那独特的矜持与优雅 酒是好酒 却不能贪杯 这个档次的茅台带来的快乐 已经完全脱离了酒精 只剩下纯粹的 为人民服务的快乐了 若说时尚 还有比特制陈酿更美味的快乐水 那必须得是茅台酒制的冠军 年份茅台 莫属了 年份酒主要有15年 30年 50年 80年几种 年份酒的数字 并非此酒生产至今的年龄 而是用该酒磷的基酒 按照该酒磷标准进行调制 最终生产出口感 纯度与之相近的茅台酒 如30年茅台酒 只使用不低于15年的基酒 按30年陈年贵州茅台酒的标准勾兑而成 年份酒中 以80年陈年酒称号最为响亮 它是以1915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时 珍藏的老茅台酒 精心勾制而成 每年限量生产 每平均有编号及证书 是国酒之尊 就酒制而言 80年陈年酒 的确是量产茅台酒中最好的 这种酒制的茅台 也是茅台最珍贵的酒 这样的珍修欲录 低阶下位之徒 喝不到 淡薄高雅之士不屑饮 只有那些个真正地位崇高 同时好酒如命的领导干部 有机会享用 这最最顶级的快乐水 人民群众的爱 混合着茅味的酒精 一口入魂 英雄之气 瞬间打通奇经八脉 这高潮的快感 是直通天际 人生何求啊 妙哉爽哉 最后的玩意 对他是正如就 监独的准备 感谢观看